梦牙想练习拍摄全家服 于是邀请演员一家免费担任模特 几人精心打扮后来到照相馆 梦牙已经在入口等候许久 梦牙的老师与他们寒暄片刻 随后便由梦牙负责拍摄 他搬来一张座椅让美牙就座 接着要求他们展露笑容 正要按下快门时 小葵忽然动弹 不断拉着小心没有笑的脸颊 见小葵难以安静 梦牙拿出一个兔子玩偶 成功逗得小葵开怀大笑 梦牙趁此良机急忙拍摄 然而梦牙却在此刻迟疑了 歪着头陷入沉思 梦牙注意到美牙和广志的表情 显得格外僵硬 建议他们想象身处在自家客厅 结果也原一家彻底放飞自我 梦牙不禁吐槽太过放松了 这时老师提到 如果照片拍得出色 会将其展示在橱窗里 这番话让美牙和广志大为震惊 美牙暗自后悔没有先减肥 而广志则希望赶快拍完 以免胡子变得更长 而梦牙也开始紧张起来 担心自己的技术不足 拍不出可展示的照片 老师见状感到无奈 认为这样的照片不适合作为展示 这时梦牙提议 让大家试着更换服装 不仅有服装可以更换 还有各式各样的背景能做替换 众人对照相馆的多样化道具感到非常新奇 换好服装后 梦牙开始拍摄 然而一路拍下来 老师感觉成片仍然不尽人意 紧接着他们换上了蔬菜造型的服装 几人玩得不亦乐乎 然而拍出来的效果并没有很好 老师在旁圈梦牙 不要过于依赖道具 就在这时小馨的肚子开始咕咕叫 不料梦牙的肚子也跟着叫了起来 原来她连早餐都还没吃就过来了 老师提议拍摄结束后 大家一起去附近的西餐厅吃饭 广至和美牙听了都很期待 一提到各种美味料理 大家的心情顿时放松不少 小馨灵机一动 模仿起梦牙拿着相机开始拍照 广至和美牙赶紧制止小馨 毕竟专业相机是很昂贵的 这一幕却给了梦牙灵感 如果要拍出优秀的照片 关键在于捕捉最精彩的瞬间 而她作为摄影师 重要的是要引导几人展现最自然的神态 梦牙让他们想象一下 等等要吃的东西 大家开始想象不同的美食 野员一家笑得可开心了 梦牙终于掌握了抓拍的诀窍 一旁的老师对此也感到欣慰 很快就过了一周 野员一家的照片被放在橱窗展示 大家都觉得梦牙拍得很好 连美牙都替妹妹感到高兴 梦牙不经意见 拍下了小馨和小葵的照片 没想到既然获奖还登上了杂志 杂志上还称赞这是美好的兄妹 美牙和小馨都不敢相信是真的 获得奖金的梦牙要请大家吃饭 美牙一想到能免费享用大餐 整个人都雀跃起来 转眼来到吃饭的日子 美牙带着梁小志来赴约 然而当他们看到是饭店后 美牙都吓傻了 急忙拦住要进去的梦牙 指出这家餐厅非常昂贵 不想让梦牙乱花钱 可梦牙觉得好不容易获奖 就特别奢侈一下 而且她都已经预约好了 美牙声称这种事她来处理就行 片刻之后美牙走了出来 宣布预约已经取消 梦牙有些不满 因为这家餐厅是很难预约的 美牙提议去另一间意识餐厅 那里不仅装潢时尚漂亮 最重要的是餐点好吃又平价 然而当他们到达目的地时 却惊讶地发现 今天餐厅临时关门一天 原本想吃饭庆祝一番 却变得有些混乱 梦牙质问美牙午饭该怎么解决 美牙急忙寻找附近的餐厅 但找了许久也没有合适的选择 小星饿到快受不了 眼看时间都已经两点半了 美牙顿时有些不知所措 就在这时 他们注意到眼前有一间家庭餐馆 小星觉得家庭餐馆也不错 美牙想起自己有这家店的优惠券 结果一查发现优惠券已经过期了 最终美牙决定回家庆祝 小星也帮忙做些庆祝用的装饰 美牙认为这样既不用花太多钱 也不用考虑那么多细节 而且她还要亲自下厨招待梦牙 梦牙有点不乐意 明明是她要请客的 怎么现在反了 美牙让她把奖金留着当做买新相机的补贴 没过多久美牙就端上了两盘精心制作的菜肴 正当小星迫不及待要开动时 美牙提醒要先恭喜梦牙再吃 梦牙心里有些不适滋味 觉得美牙其实并没有真心要恭喜她 毕竟她取消了餐厅预约还不让她请客 然而美牙只是希望梦牙能好好存钱 梦牙坦言自己好不容易获奖 有时也会怀疑自己是否真的适合摄影 这次难得获奖才想着大家一起好好庆祝一下 美牙听后也表示能够理解 就在梦牙独自伤感时 小星问梦牙能不能洗大张的照片给她 她想要用那张获奖的照片做装饰 听到这话 梦牙感动得眼眶湿润 答应下次会带过来 这一刻所有的误会和不愉快都烟消云散 众人都沉浸在温馨和谐的氛围中 就在这时美牙想起来 梦牙之前向她借了1400日元 立马就要求她还钱 梦牙没想到老姐这时候会提这件事 广之下班带回一盒半手里 美牙惊呼着牌子的巧克力价值1万日元 小星伸手想吃 但被美牙阻止了 小星是小孩子不能吃 吃了会流鼻血 小星无奈只好去睡觉 看着小星走远 美牙又吃了一个巧克力 赞叹贵的就是好吃 隔天梦牙来到小星家拜访 正好美牙让她帮忙看家 美牙才刚离开 小星立即跑到厨房 开始在厨房里四处寻找 梦牙好奇地问她在找什么 小星提到有一盒高级巧克力 但不知道被美牙藏在哪里了 凭借对姐姐的了解 梦牙从柜子里找出一个装煎鱼干的盒子 打开一看竟然是巧克力 还和小星各吃了一个 梦牙看出这家巧克力的价格不菲 随后又吃了一颗 小星健壮也想再吃 抱着梦牙的腿摇来摇去 结果巧克力掉了出来 小星趴在地上捡起来就吃 梦牙健壮也跟着吃了起来 最后巧克力只剩下三个 要是被美牙发现肯定会欺诈 小星吓得满头大汗 梦牙赶紧去附近超市逛了一圈 买了一堆便宜的巧克力回来 她将巧克力切碎放入凉杯中 隔水加热使其融化 用食品纸和瓶盖制作小模具 将融化的巧克力倒入 等巧克力凝固后 梦牙再稍微装饰一下 外观与原版极为相似 几乎难以分辨真假 不得赞叹梦牙真是个天才 没过多久美牙回来了 两人表现得相当镇定 随后美牙把高级巧克力拿出来 表示特意留给他们吃的 并取了一个放入口中 小星和梦牙互相偷笑 各自拿起一颗真品塞进嘴里 突然美牙注意到异常 明明已经吃过两颗 胃盒盒子却还是满的 梦牙急忙表示不知情 这时小星流鼻血了 美牙惊呼一声 两姐妹开始争吵起来 完全遗忘在一旁流鼻血的小星 那么这次的蜡鼻小星内容就到这里了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如果喜欢 还希望大家点我免费的赞 或者帮我按按底下的订阅 赞数越多更新越快哦 那么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